阿達直播室,我們轉換青春氣息 直播室裏面有正新的兩位學生和校長陳小卓 兩位學生分別是正新多年來第一位可以升到中大的呂榮豪 另外亦都有文憑市,差一點點就入到大學的李子清 早晨兩位,早晨 不如跟阿清談談,你這次差一分 不是差一分,應該是數學拿到一,所以就入不到大學 接下來重讀,阿清李子清這個名字大家未必記得 不過2009年他們在梅窩集會被人說是吸毒妹 我猜大家就很記得 我聽到有個軍民說,我就是這班吸毒妹? 其實我自己那一刻又不開心,但我知道我們只是曾經 其實2009年被街坊這樣說一句,清你的改變有多大? 其實坦白說,我是覺得沒什麼 那一刻其實沒什麼感覺 其實是因為我看到校長和林先生哭 因為我看到他們哭,然後又被人罵 那我就會覺得,其實我記得校長當時說了一句 他就說,我們曾經在外面很多學校都不收我們 我們是好像羅底產一樣,但我們今天進入去 我們有一個機會是做學生 那為甚麼都不花心機?這次數學就差了這麼多 進入大學呢? 這樣就是我差勁 其實在裡面就是著眼了很多在其他地方 就沒有真是很著重在自己的責任就是學生的身份 所以其實我在這方面,我自己都覺得自己是做得很差 那你在正身裏面做了甚麼?如果不是學生的身份 例如可能在組長上,要帶領其他姐妹 或者可能很多其他立立雜雜要做的事情 那我就只是做了那些事情 那我就沒有做,有空就不會坐下拿書來溫 就是可能申請跟姐妹去聊天 其實嚴格來說就是自己沒有分配好自己的時間 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自以為是 那些性格上就是要努力 那你今年就決定重讀一年 那今年就會注重這些事情,就不搞那麼多活動 我覺得是平衡 其實我曾經校監林先生,她也有說笑 她說你今年甚麼都不要做,和我低頭只是讀書 她說甚麼活動都不要參加 那我跟林先生說,我又不想這樣 就是我想拿回一個平衡 就是以往我有時間,我都不會拿書出來讀 但我是想現在,我有時間,我就真的拿書出來計算 但大家有沒有試過搞活動,搞到讀不到書 其實我是讀書不是很厲害的人 因為我跟你們聊天,我以前是考SERC,考MATRIC 現在沒有這些事情 其實我從考中午SERC到大學,我一個A名拿過 我是一個普通學生,不過我很想搞活動 不過我可能比較好,因為我比較便宜 而且可能我過到關 我過到關,我讚自己一件事 我讀那麼多,就用到那麼多 很多同學就是讀100%的東西,考試很害怕 就用到40-50% 其實我有一個好東西,我好得很頂 考試,我分配整天答問題 我大概就能答到我應該認識的 你的數學好嗎? 我的數學是拿Credit 我拿了糧 那清可以找答答,幫我審 我保證也可以 不然那些數學會否容易 但清其實,雖然現在很多大學生 跌下來都不知道,壓到很多個 雖然都很慢慢開始藍 但譬如你自己經歷過,由一個曾經過讀 到現在想讀書 你都覺得我一定要入大學 還是想如果真的不行,我其他路都可以闖出一片天 不一定是一條路,你自己的想法是怎樣的? 其實對我來說,我一定要入大學 可能我會覺得,對我來說 我知道上帝在這方面給我有恩賜的時候 很多同工其實罵了我很多年 叫我一定要讀書 真的罵了很多年 有些是罵到我現在走了,沒有同工 不是因為罵到我不醒 而是他去做其他事情 但很多時候我還沒醒 到現在醒了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自己真的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我都想在這方面去發揮我自己有的能力 其實有沒有說想將來大學讀什麼 出來怎樣幫助社會 還是純粹不是我只想入讀大學 那什麼科就沒什麼所謂了? 其實本來我是很想讀science 或者醫醫那方面的東西 但在證生學院我們讀的科也有限制 所以經常說為什麼想去梅 因為有學校 是不是因為證生 我們去過證生學院 你也知道是山寨 你找一個職場,嚇死人 Bunson Bernard也不知道在哪裡找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沒有可能讀到科學 那這些霸窩怎麼想 我告訴你,我是讀霸窩 我在大學讀生物 人們以為我讀生物題或讀社會 其實我不提 我是假學生會 所以我認識這些東西 那我是讀生物 那要劈老書 其實我不差 我就是很喜歡這些東西 劈的方面你很厲害 我劈人不厲害 我劈老書 劈蟑螂 劈幽癮 劈青蛙 全部都合格 那是不是證生完全做不到 雖然你野生可能有很多青蛙 但你不可以拿來送 是做不到的 如果你真的要考一個科目的時候 有試理科 一定需要有實驗室 那實驗室一定有很多安全的設備 那證生會延住的地方 甚至老師說 連一張書桌都有困難 那我怎麼能夠呢 所以當年四年前我們想搬去煤窩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是令這班學生有一個 比較豐富的學習經驗 阿清其實知道自己是讀理科的人 不是文科的人 那也不是 理科是很差的 但我很喜歡科學的東西 我很喜歡看解剖片 這是對的 但是我同意校長說 如果你要正式訓學生去做物理 化學和生物的實驗 要一個很大的實驗室去做 而且那些學生 其實一般 以前我都教了短時間書 學生是喜歡做實驗 因為最自由 因為坦白說 雖然我做老師 大多數老師上課都很悶 跟學生的注意力 以前我們說 注意力不應該多過十分鐘 現在可能幾分鐘而已 在LAP可以自由去做 鋸一下東西 劈一下東西 不過你不要亂燒 所以其實在實驗室 是一個學生最喜歡的範圍之一 但院子的正身 我去過的時候 嘩 對不起 山頭野嶺 那些地方很殘舊 嘩 那些椅子坐大一點 我怕那些人坐大一點 你是危險一點 那時候也不太胖 我怕坐大一點 坐爛一些椅子 試過了 整個學生想到地上 是很殘舊的東西 所以你不搬去 是很投資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政府是要處理 如果不是的話 那些學生很難去 有正式的教育情況 好像今天 你的颱風正在來 其實我真的會擔心 無論出入的船 無論那個環境 去年7月的時候 就連桌椅子 電視都打破了 那些水浸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覺得 如果政府或社會人士 這樣支持學生的改變 其實很應該去想一想 有什麼辦法 要盡快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是幾年了 四年了 大家記得這個故事是這樣嗎 幾年前大家一窩蜂都很支持正生 但因為有一些 即刻著醜聞出來了 可能學校解釋得不清楚 現在還有一些首尾要搞的 大家自此就沒有再看這件事 簡直將學生扔低了 到現在 就重複四年前原地踏步 基本上跟政改差不多 不如跟阿豪談一下 呂永豪 你跟青友有一個不同的分別 你其實已經不在正生讀書 可以去到深水埗會基讀書 另外就是你正生 十年了 第一個入到中大的學生 光宗耀組 我相信將來正生有 你的雕像也不出奇 你覺得你自己跟阿青的分別在哪裡 除了你可以在回基 可能會好一點之外 有沒有分別呢 為什麼可以入到中大呢 我想是社會各界給了很多機會自己 尤其是我想特別在這裏 有機會多謝沈祝宇校長 因為記得在2009年的時候 沈校長在中大的學生部裏 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不介意去收一些持進生 舉個例子就是好像正生的學生 或者一些未來的學生 我會看到就是中大校長 沈校長是延出必行的一個校長 而且我也覺得 最大的分別就是在學習環境裏 因為阿青其實他比過很多 我記得在10年考會考最後一屆 我花了很多時間去讀 他就花了一個月 但是當時我就 就是數學是U和其他科 都是有E有D 但是有機會去到回基宣的時候 老師經常會花額外的時間 跟我們語文學水基礎比較差的學生 去補課 我想是出道社會的時候 很多人對自己的接納和支持 所以就有機會去考到一個頗見得人的性 其實校長以來的經驗 你真的可以去主流學校讀書 沒錯 分別相差多遠 其實相差很遠 我都說會基宣是一間很好的學校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過去有三個同學 透過他在我們學校成長 我們調教了他的心態之後 去到會基 三個去到三個都能夠入大學 所以看到 但是為什麼 他就是第一個入中大 是的 令我令男 以前黃榮生同學 所以看到當學生幫他改變之後 而你有一個比較好的學習環 讓他專注去讀書 其實他們一樣可以有成就 我們看到今天很可惜 我們正生會 正生書院裡面的環境 仍然跟以前一樣 但是我們真的希望爭取的時候 都是為了這些改革青年人 有一個比較合理的學習環境 當時阿豪就直接在正生那裡住 然後有一年是回深水埗的上學 那時間怎麼回呢 這麼遠呢 怎麼回呢 幾點起床 四點幾起床 極多情郎所有同事 我今早都是六點多起床 那你覺得你的行程是怎樣 因為每天其實都要自己去預備早餐 所以就 即是正生那裡先煮 是的 四點幾起床 在長洲宿舍裡煮完早餐 然後就要趕搭5點10的船 然後就可能6點半到中環碼頭再轉地鐵上學 中四的一年是這樣 只是這樣的堅持已經很值得敬佩 即是如果你叫我長時間一年沒有日四點的醫生 我想我也做不到 因為我很看到這是一個得來不易的機會 因為我形容是上帝給我的禮物 為什麼呢 因為一零年的8月12日 會基書院陳幼稚校長 他沒有介意我人生過去的污點給我機會讀書 不過我看到兩位同學和校長 其實我感到很大 因為我教學書 在這三十年我感到的社會裡 我不想批評很多校長和學校館的階層 但是想選擇最好的學生 你看穿直子就知道 還有我們讀教學理論 以及教學的哲學 就說我們應該不只是選擇最好的學生 你選擇最好的學生 其實不用你選擇 等於我以前讀名校 不要說我什麼名字 我們名校的老師不用怎樣教我 只要懂得讀 其實世界上最差的老師和校長就是 你可以教一些成績 不是國務的學生 還有我們稱為慢學習 或者是持發展的學生 但是我現在社會不是這樣討論 社會家長也好 校長也好 有什麼方法選擇最好的學生給我 有時候我覺得整個氣氛 學生的討論是變得偏偏 就是你選擇最好的學生 就是你選擇最好的學生 就令到我學校最好的學生 其實從某個角度 有什麼那麼厲害呢 如果你是選擇一些學習 可能慢一點 差一點 遲些學生 你教得好 不一定要做科學家 和做名人 他做一個良好的公民 有好的價值 有自己的家庭 有好生活 這樣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老社會 很少討論這件事 每個人都要自己的學校最威 是要投過幾名 我們他的家庭 他們當作上市公司業績這樣做 沒有辦法 譬如阿豪 你以前的成績都是標柄 以前的打架 你以前自己有多差勁呢 以前 除了濫藥方面 也曾經犯過兩次雙人罪 我是知道被經濟拘捕 有一次在2004年的時候 因為幫朋友出頭 而拿玻璃盡去雙人 第二次就在正身裏 雙人也是 坐在旁邊的陳攝卓校長 他親手報警抓我 如果不是那次經歷 我想我人生的轉變 都不會那麼大 你本身是一個很醜的人 以前雙人是出於很有型的 還是自己本身很醜 本身也是一個很不理性 很衝動的一個人 加上濫完藥之後 對於情緒的控制方面 又比較弱 但你現在講的用斯文 所以當初她來到正身會 你認識她的時候 我們形容她的眼神是很有淚氣的 但其實你了解她的時候 我相信也是人很自備 很想透過暴力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反而那種表達就令人覺得 為什麼這麼惡這麼衝動 但我覺得跟她兩位的故事裡面 我所認識的 其實她們剛才聊天 她們都覺得 如果她越早被人發現 是對她的好處 因為當時她們吃了兩年 她吃了四年 因為那時候 家人都未必會馬上知道 但是換回頭 她就 阿豪剛才說 她如果早些被人抓了就好了 還會早些機會 其實大家看到 現在香港青青年吸毒的問題 很隱蔽性 變得越來越長 我們覺得青年人 要給她機會 其實早發言是好的 這次也有渠道 例如介讀學校 令她又繼續讀書 兩位就有一個經歷 那樣的機會 譬如阿豪你去到匯基 主流學校 那些同學 會不會知道你的背景是怎樣 會不會很害怕的 一去到他以前打人傷人 真的 很有趣 其實我有一句說話 是這樣覺得 在匯基裡面 收封就不用三分鐘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天進去的時候 同學可能會覺得 這個同學比較低調 或者不出聲 不主動去接觸其他人 然後翌日的時候 有同學過來問我 你是不是內地來的 然後我就很坦白地 跟其他同學分享我的過去 全校都知道 那一級先 就是頭一個月 然後慢慢就 可能其他級的同學都知道 很感恩地 同學沒有用有色眼鏡看我之餘 亦都會對我有一份尊重 但是我 這件事很大 我更加希望的就是 我身邊的同學 或者未來的同學 都當我是正常人的看待就可以了 阿清和阿豪必說一下 其實現在學校的情況 我估計從幾年前 沒有什麼很大的分別 其實你們希望接下來 有什麼環境 讓你們的師妹 甚至你自己的重讀 可以讀得好些 阿清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真的要有一個很正規的學校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如果煤窩有一間這麼好的學校 我們直接搬進去 已經有很多配套 給我們使用 其實根本就不用再額外 花多很多的金錢去做很多的事情 如果反而我們現在 在我們年輕人起 其實再額外 用多了很多的錢 我會覺得 其實真的很需要一間正規的學校 特別我自己經歷過 上年打風的時候 即十號風球的時候 我跟同學真的見到 那些教科書全部都濕了 那些電視吹一次風 已經沒有了 全部都是 再需要有心人士去捐 我會覺得 如果我們有一個 有或者是安全的地方 其實所有事情 都比我們來講 是一個更加好的環境 好 我覺得雖然坊間 或者社會有人討論 整身的環境這麼嚴重 在荒山野嶺 你們才能學習 在裡面 但是我覺得最基本的條件 就是要先保障生命安全 還有衛生的問題 因為我們裡面的所有間 都是在一些流動廁所裡 差不多要兩至三天 才會有人上來幫我們 政府去賭 另外另一方面 就是我們的禮堂 是用了升鐵皮 就是用了升鐵皮做個燈 所以有時打風 就像剛剛自稱說 除了教科書濕外 這些升鐵皮 很大機會會吹到街道人 對 剛才在這裡說的時候 聽眾打來 就想捐一些用過的桌子 給正身 待會校長可以拿回聯絡 看看可以怎樣幫到手 今天謝謝三位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他們 幾年前做過的事情 我們今天重頭看起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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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